我們從金門的這個非洲豬瘟 這一個案例 陽性反應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防疫工作不能等待 而且防疫工作要非常的嚴謹 這視同作戰 所以呢今天 我們大家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雲林縣起步比較早 所以我們在針對 禁止除以養豬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 大概已經大概十天 十天左右 那這過程當中 我們面臨到民眾的一些陳情 還有其他業者的一個反應 那這當中我們已經稍微累積了一些經驗 那如果說其他縣市有必須要來分享這些經驗的 我們都會全力的來協助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生除雨跟熟除雨 生除雨呢 我們收集了以後 我們是到二輪 去做一樣 把它做成有機肥料 那在熟除雨的部分 我們希望 我們鄉親 要把熟除雨拿出來抖的時候 你不用再用塑膠袋把它包起來 因為你包起來 要整個我們的人工 所以你只要直接拿回來 躺在廚餘桶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廚餘桶回來後 我們來購買 這個清潔堆 我們經過先把它瀝乾 瀝乾了以後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所有這些水呢 我們都留到這個污水處理廠 去做好整個污水的處理 我們瀝乾以後呢 我們所有這些已經乾燥過的 這個廚餘呢 我們就送到雲林縣有三家的化紙廠 上去化這個污水 做化骨粉 做肉骨粉 所以可以說非常營養 那化骨粉呢 我們這裡又拿來 我們南仔 有機資源回收廠 跟它的有機肥料混合以後呢 混合打成粒 包裝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分散 給我們所有農民來使用 所以這個有機肥呢 應該是非常可以讓大家來使用 我們頭期生可以先免費 提供大家來試用 看看 這是一個非常環境的循環經濟 對經過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呢 我想做到現在 我們已經在無論是家庫的廚餘 或是我們餐廳的廚餘 甚至呢有很多機關團體的廚餘呢 我們都非常主動 去了解所有的問題所在 了解民眾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所有專民 共同來做非洲豬瘟的防疫工作 不是只有婚姻官而已 我也希望說 我們是全國 因為防疫工作 絕對沒有任何一個疏漏 所有無論是各鄉鎮 全縣甚至全國 大家要一起來 我們也希望共同的腳步 要趕緊大家緊密的合作 因為我們不能讓 我們的臺灣變成疫區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 所有的養豬的三頁 要繼續發展 影響的發展 這樣這是收好 我們每一位 我們養豬的養豬 我們的養豬三頁 繼續下去 我們最簡單的 一慶幸好 吃一碗滷肉飯 我相信要讓我們 有吃滷肉飯的這個管理 而且感謝我們所有婚姻官 和鄉親的共同的配合 和體會 共同的體力 我們婚姻的 這個第一次讚